中正杯 現在準備開始的是中正杯 高中男子組啊 由洪陳佑對上潘少榆 男子一組陳富貞林建宏 請致二號場並下一場請準備 很快的由邵宇先拿下第一分 哎呀 这一球 红陈佑其实还没打到的时候 球就落地了 今天的陈佑看起来状况不太稳了 两位选手的球龄的话也是邵宇比较久 邵宇从他国小组看到他打到现在 然后红陈佑的话是从明治国中 由李嘉州老师带领启蒙 到现在打到高中组 下一球 这一球是个湿肉 有 红陈佑拿下这一分 这一场的裁判也正好就是李嘉州老师 我们这一次活动的裁判掌 红陈佑这一次中阵杯还是打男子B组啊 不过他在上周的北投杯是打了公开A 第一次打A组的比赛 哎呦 哎呀 然后最近红陈佑升高不断的拉高啊 越来越像小陈文林了 选球也有一点像 不过稳定度还是有差啦 邵宇这球发球发的不错 再一个LOB 哦 后面这一球的落点非常好啊 哦 后面这一球的落点非常好啊 看起来很轻松的一个cross court 看起来很轻松的一个cross court 但是 球演不快 但是 球演不快 但是 球演不快 不过到了后场 不过到了后场 觉得很难处理 好 红陈佑要赶快停止自爆啊 红陈佑要赶快停止自爆啊 我们场外的球一直无法捡进去 哇塞 好 现在有点混乱 邵宇的招牌 继续LOB 邵宇好高哦 比赛来到了9比2了 分数被拉开 哇靠 又是这招 邵宇现在在反拍的volley drop 好像练到出神入化 他这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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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A了 B刚上了 哇 又来 诶 明明对手已经放弃了 还是自爆 有这么硬吗 第一局由潘少语拿下来 好 现在开始第二场由潘少语先发 哇塞 在反拍这边由潘少语的volley drop制霸 有点棘手 来看看红尘又休息了一局之后 有没有想到一些对应的措施 要拿椅子 又是一个高调 两个人很爱用高调 其实刚刚红尘又卡到前场 就是一个很大的机会球了 非常可惜 哎呀 还想要top spin 潘少语现在就是耍帅模式了 刚刚红尘又那个cross court的角度真的太小了 少语的截截 对 有一点一直打给少语截截的感觉 真的很变态 机会来了 还是一样 最后在最后一手的时候就自爆了 其实是因为少语他这一场球很明显 在后场的压迫感做得很到位 像是这样的压迫 所以陈佑就只能把球稍微打高 然后一打高的时候少语又劫疾 然后这一球打出来了 潘少语 潘少语拿下这一分 很轻松 哇塞 很轻松 很轻松 然后这一球是个好球 总算在前场 反击做出了一点成果了 没有在打当 又来了 不过这一次红尘又反应很快 没有自爆了 但是感觉 他应该不是原本要打那个球 好这一球深度很够 很快比赛又来到中段了 已经有7分 8分了 红尘要想办法稳下来了 继续高挑然后继续背截 还是挑起来继续背截 在这个时间点少语就没有选择LOB 刚刚前面已经有连续压破了 他很快的把那一球先处理掉 好这一球刚好被红尘用截到 好 潘少语开始启动乱打模式 超打车又出牌了 哦哦哦哦哦 故意让他掉下来再打 显得自己非常的从容 好最后是在红尘又的自爆下 结束了这一场比赛 由潘少语2比0获得胜利 好坏竟然会有那么多掌声啊 大家不要再助长潘少语了